铸台县的气毒中队是挂在县禁毒委名下的 日常以宣传教育、沟通普法为主 偶尔遇到一些毒品案件的时候 气毒中队往往是求助于清禾市的气毒大队 其实清禾市的气毒大队的业务也不多 但他们要支援各区县 加上是相对独立的大队编制 时不时的环可以路下头 铸台县的气毒中队就比较偏理论了 气毒中队的中队长张坤直接是叼了一个笔记本电脑过来的 会议是 简单的互相介绍一番 张坤放下笔记本电脑 到今次的案件 从我的理解来看 应该是一起典型的人或分离的运输毒品案 这是目前国内毒品运输的主要形式了 具体办法有多种 比如说 最常见的是利用长途或者短途的客车 用蚂蚁搬家的刑事托运和夹带毒品 因为客车装运行李是不贴标签的 所以 即使我们查到了毒品 甚至运输毒品的人就在客车上 因为对应不到具体的人 也就无法识别和抓捕犯罪嫌疑人 江远 刘景辉 以及江远基案专班的一群警员都认真的听着张坤的介绍 警务同样是各行如隔山的 刑警们的日常工作与治安 企图或者交警等等都是不一样的 要是潜坐一下参与一下 当然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做个人就是了 但破案这种事戳得深的时候居多 张坤看这么一票人听得如此认真 也备受鼓舞 接着到除了利用客车运输 借用管理不严格的快递企业也是常见的手段 有的地方还会利用私家车 晚上的时候将毒品贴到私家车的底盘之类的地方 等到第二天停车的时候再偷偷拿回来 张坤一脸讲了好几个人或分离的法子 让在场的警员也是小开眼界 刘景辉亦是眉头紧簇 没想到那 我印象里的运毒还是摩托车偷运 或者孕妇散包的阶段发展的这么快 张坤沉重的点头 人货分离的方式蔓延的很快 现在无主毒品案高发 大家都比较头痛 无主毒品案指的就是这种 只找到了毒品 找不到货主的案件 虽然货主依然要损失巨额的金钱 但跟刑事责任一比较 丢货的惩戒力度就太小了 刘景辉摩缩着下巴沉吟了起来 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刘景辉道 现在要定性说 这个案子涉及的是运毒的话 那有一个最直接的问题 毒品在哪里 是被藏起来了 还是已经运走了 不等有人回答 刘景辉自顾自的道 就按照张队说的方向 可以先根据一号和二号的身份 查一下客车站 快递站的信息 看他们最近有没有买过票 这个思路就非常现实了 虽然听起来很麻烦 但可执行性还是比较高的 无非就是多派几名警员去查证罢了 江远赞同道 如果能确定某名嫌疑人是货主的话 这个案子的动机也就好分析了 是这么个道理 刘景辉只觉得浓浓的迷雾已拨开了一半 不觉畅快的吐口气 张坤继续给大家普及禁毒知识 待会议结束 将远基案专班的人员就散了出去 带着刚得到的一点新知识 将县里的客运中心和快递网点细致的查了一遍 身份证 手机号等信息 皆是一无所获 这要是一般的案子 甚至是普通的运毒案 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都有可能数之高格了 没有线索 总不可能让专案组的成员干等着 将远基案的人手却是有些过于充足 加上是命案的延续 将远手底下等于掌握着大量的人力 导查监控 就查客车站和快递点的监控 看能不能找到1号和2号受害人的 坐在会议桌的一头 将远憋足了近 想出了一个笨办法 刘锦辉听得就吓一跳 忙到 这个范围可太大了 驻台县下属的有那么多的乡镇 大部分还是依靠客车来通勤的 客车站也就有相当的规模 日常总是停着20辆以上的大巴车和中巴车 而覆盖到这些车辆的 以及后车厅里的监控摄像头的总数 妥妥的过百规模 看完这么多的视频监控需要多长时间 刘锦辉都有点不敢想 至于快递点 那数量也不少 一格格的监控搜索过来 至少也是一个客车站的规模 关键是 像客车站这样的地方 他的监控体系 总体上是不完善的 像是经常坐大巴车的人 甚至可能不去站内买票 而会在站外的街道处等着 等于说 即使查上百个监控 还是有可能查漏了 这种排查方案 刘锦辉是不会做的 他这辈子也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要说起来 他人生中遇到的最富裕的排查 是自己失踪的那次 江远年少成名 又是江村人 却是有点不怕浪费的心态 反正就这么一条线索 查不到再说拜 底下的警员更不会啰嗦 得到了命令 就去照做了 很快 铸台县刑警大队新建的小楼里 四楼就放满了电视机和显示器 二十几名警员熬夜看监控 足足看了两天 这场面 将前来帮忙的张坤都给看傻掉了 张坤常年做科普 参与案件的机会很少 大案要案的参与度更低 江远现在用的是 现案命案的规模在做毒品运输案 对张坤来说 只觉得资源充沛的爆炸 江远也管不着张坤怎么想 对他来说 目前尚未确定的毒品运输案 本身就是命案的组成部分之一 要是找不到毒品案的证据的话 那凶手的动机 凶手和受害人的关系 都很难说清楚 江远自己也扫着监控视频 而且专扫格外模糊的那种 有好几次 及格身材相仿的人像 都是通过江远的影像增强 才确认排除的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最早参与专案组破案的民警们 有熬不住的 也开始陆陆续续的睡觉了 江远调来了更多的民警 填补空位 穆志阳也是披挂上阵 找了一个空位就坐了上去 打开电脑就看了起来 不长时间 穆志阳就举起了手 江对 我看到一个人 有点像是一号受害人 熬夜太累了 有点恶性循环了 喵